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胶展示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930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 我是杨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英文原来的书名是 Telfth Caesars 它有一个副标题 Image of Power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Modern 这本书的作者是古典学家 艺术史家Mary Beard 那中文一本 刚刚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把书名一作十二凯上 副标题则是从古代世界 到现代的权力形象 什么是权力形象 权力形象跟罗马时代的这十二位皇帝 有什么关系呢 Mary Beard她告诉我们 我们大部分的人 她说我承认自己偶尔也是如此 对于博物馆成立的一排皇帝头像 往往只是随意撇过 并不会特别投意太多的兴趣 我想对我们去参观 像大英博物馆 像罗布公 这种大博物馆 看到这些雕像 我想绝大部分人 更是不会有任何的兴趣 她说 即使在公共雕像 日积遭到质疑 有的时候甚至引起暴力的惊天 直接从15世纪开始 装饰了无数欧洲精英人士豪宅和庭园的十二帝王像 后来也成为美国精英的收场 仍然经常被视为 只不过是方便的 随手可得的身份地位象征 一种与罗马过去荣耀 简单建立连世的方法 就像贴在名流权贵架中的华美壁纸 有的时候 他们的用途确实也就跟壁纸一样 甚至早在16世纪中起 人们就已经开始制作 印有皇帝头像的纸质印刷品 将它剪裁并且贴到 不起眼的家具或者是墙面上 给它增添现成的阶级跟文化体面感 现在你还是可以从高级室内设计商店里 购买到非常相似的卷装壁纸 不过不止如此 纵观古代皇帝图像的历史 如同那些比较近代的军人和政治人物 他们还凸显出更多令人难堪 而且沉重的问题 他们不只是地位的象征 也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原因 不仅仅只是表面上和古典历史连结 实际上他们还传递着理念 独裁专制文化道德 当然还牵扯上了阴谋刺杀等等 种种令人感到不安的议题 描绘多玛皇帝 为古代的艺术家跟工匠提供创作灵感 还有生计 毫无疑问 偶尔也会让他们感觉到厌倦 反感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百年 大规模生长出来的成千上万图像 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 数量远远超过帝国肖像 这使得是大理石胸像或者是巨型青铜全身像 他们以各种形状各种尺寸各种材料各种造型各种风格来呈现 其中最有趣的考古发现是横跨整个东亚帝国那些不起眼的高点模具碎片 虽然这类模具的细节很难被一眼辨识 但是经过仔细观察 可以看到上面竟然刻有皇帝跟皇家的图像 这些曾经出现在罗马人家中厨房和点心铺的用具 一定曾经将皇帝的脸孔 印在饼干甜点上直接送进罗马人民的口中 哎呀 好到值得入口的皇帝呀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艺细致的浮雕 廉价的蜡纸或者是木杂的模型 跨在墙上的画作可以随身携带的平板画 类似现代的肖像画 更不要说金币银币铜币 那上面迷你的头像了 古代艺术家为不同市场还有形形色色的赞助者消费者提供服务 他们为皇宫跟林寝装点皇权的秘孔 为罗马统治者提供皇帝跟皇室的图像 送给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皇室成员的远方的臣民 他们也迎合各地区的需求 在神庙或者是城镇广场树立帝王的雕像 依表示对罗马忠诚 但同时当然也曝露了他们的惨媚 他们还为一般民众制作迷你版的皇帝像 可以当作纪念品来购买 或者是摆放在家中防骨的壁炉台餐桌上 尽管这些图像只有极少数得以保存下来 但由于古物学家跟考古学家的努力 21世纪发掘的图像数量已经远比15世纪的时候 所知道的多得多了 他们的原始数量相当的庞大 应该是超乎一般想象 然而因为这种普遍所带来的熟悉感 是我们往往误认 可以理所当然看待几千年前的统治者 例如说Severus留下了20件左右的肖像 那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像奥古斯都皇帝 他在西元前31年到西元14年 统治罗马45年 撇开硬币宝石浮雕 以及大量被误认的这些都排开来不算 相当确定他在当时或接近当时代的时期 从西班牙到塞浦路斯的整个通话帝国范围内 留下了200多件大理石还有青铜的雕像 另外他的妻子比他更长寿 所以留下了大约90件的肖像 如果按照一个合理的猜测 当然我们也只能够猜测 这个数目只占原始总数的1%或者更少 那么当时一算大概有两万五千到五万件奥古斯图的肖像在各地流传 无论这个估计的数字正确与否 经过年久失修和种种的破坏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物并不能够代表当年的样本 尤其是金属雕像最容易被重新铸造 根据材料本身的特性 越是能轻易被改造的越来留下考古横棋 奥古斯图在他的自传里面提到 光是罗马城就大约有80座他的银字雕像 但到今天现存大理石头像却占据不成比例的数量 原因很简单 几乎所有金银铜所制造的雕像都或早或晚 会被重新利用 摇上一遍成为新的艺术品 或者成为流通的货币 另外铜有可能被重新铸造成为军用的机械或者是弹药 其他媒材 例如绘画 无需历经任何强烈的干预 也会轻易的就消失了 一般来说肖像画是古典艺术里最常失传的形式 只有在非常少见的情况底下才得以幸存 譬如埃及干燥的沙漠 保存了那些带有强烈感染力 常常令人感到不安的 带有现代感的面孔 这件面孔装饰着罗马木兰伊的外壳来纪念死者 另外在埃及世界也发现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画 描绘了Septinus Severus和他的家人 这幅画大约创作于西元2000年左右 如果不是有几段文字暗示着它曾经属于一个更广大 但几乎完全消失的传统 我们很容易将之无认为一幅空前绝后的帝国画作 举例来说 有一份写在残破沙草纸上的古老清单 似乎列出了三世纪时在几座埃及神庙 所展示的皇帝小画 马克斯埃罗斯他的导师就曾经一度提到 他在钱庄、店铺、货摊等地 俯师皆是无所不在 看到他学生埃罗斯皇帝的画像 这些作品是糟糕的绘画 还有难以辨识的笑料之作 它不只是流露出对大众艺术的傲慢轻视 同时也让我们借此了解到 皇帝肖像曾经无所不在的状况 然而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统治者的图像 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于罗马时期 而是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了之后几世纪才产生的 它们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中古世纪肖像 例如说在普瓦节大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 有着背蓝色小魔鬼的尼路皇帝 是十二世纪历然难忘的精致图像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当中 看见这一类充满创意再创作的绝妙过程 大约西元一千年左右 洛塔尔十字架的制作者 将奥古斯都皇帝的宝石浮雕和头像 签在十字架上和下方九世纪加洛林王朝统治者 肖像相呼应 由此赋予了这件浮雕新的生命 而从十五世纪开始 皇帝图像如雨后春春般出现在欧洲各地 甚至向外扩张到其他地方 人们不断地重新创造模仿和重新想象 他的数量几乎不亚于古代的生产规模 形式更是暴罗万象 所以罗马皇帝并没有随着 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就消失了 他们真的一路以各种不同的形象 存留在欧洲的社会 欧洲的历史里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他所写的《十二凯撒》 从古代世界到现代的权力形象 这本书的中文一本 刚刚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我们来看一下 Mary Beard 他在书里面特别一再强调 一直到今天 罗马皇帝仍然不断地被重新创造 以及注入活力 一直到今天 皇帝仍旧是现代文化当中 一种可辨识的与会 一套一套华丽的皇帝胸像 持续被制造 也仍然保有它的特殊意义 这里他就特别提到了 Fellini 他的电影 La Dolce Vita 《甜蜜生活》当中 古代跟现代的皇帝图像 被反复地使用 将当代罗马的颓废 还有他颓废的过去 联系在一起 皇帝在大众文化发挥的作用 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代的政治漫画 经常可以看到 某一个不幸被锁定的人物 就把画成头戴桂冠 手里面拿着 李尔勤 背景是一座燃烧的城市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皇帝也仍然在酒吧的招牌 或者是啤酒瓶标签当中 发挥商业力量 其中有许多 融入了有趣的自我讽刺 例如说 以Naro为商品标志的 火柴盒 或者是男性四脚裤 与此同时 纪念品制造商也继续生产 印有皇帝头像的巧克力金币 就像古代罗马高兵师父 所制作的皇帝饼干一样 皇帝仍然好到 值得继续送进到人们的嘴里 Mary Beard他就强调 我特别关注过去六百年来 关于罗马皇帝的现代再现 但古代的图像不应该被忽略 因为现代版本的 Ulius Caesar Augustus或者是Naro 永远无法完全摆脱 他们古老的前身 首先古代跟现代之间 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双向影响 现代的皇帝图像 一直都在仿效或者是响应 古代的设计原型 这或许是不足为奇的说法 当然这对于艺术当中 许多古典主题来说都是如此 每一个现代版本的Jupiter 或者是Venus 每一个天真无学的水精灵 或者是淫秽的半人半兽 圣灵之神 都是跟古代艺术进行 某一种对话的产物 但是对于这些帝国统治者来说 这种对话尤其紧密 许多皇帝外貌的现代惯例 从奥克斯多 他乘着古典的炼型 到哈德良蓬松的胡须 往往源于对于现存 洛马艺术跟文学作品的详细研究 与此同时 这些现代皇帝的再现形象 也影响了我们看待和认识 古代皇帝的方式 即使是现今学士最渊博的 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 在看过任何一件 Ulius Caesar他的古代肖像之前 通常早就已经在漫画 或者是一些通俗的喜剧电影当中 看过Ulius Caesar的脸孔了 三百年前 提善他所画的几幅古罗马皇帝的画作 或许已经为大宗心里奠定了 固定的想象典范 不论是好是坏 大部分的现代观众 在亲眼见到任何一座罗马雕像 浮雕或者是硬币之前 那些最著名的帝王人物 在他们的心中 早就已经存在了既定的范本 我们是透过现代的眼光 看见了古代 然而古代跟现代之间的联系 甚至有比这个更深刻的 并且在这个整个主题上 加入了独特的印记 主要是要鉴定某一个大理石雕塑 是古罗马时期制造 还是其后两千年当中制造 谈何容易 在两百五十年前 知识渊博的Wikman 他是第一位为古代艺术建立 相对合理的年代学方法的人 就曾经抱怨 很难区分 古代和现代 真品和修复品 尤其是在鉴定头像的情况下 更是难上加难 从那以后 再怎么进步的技术和科学方法 都无法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 奥古斯都的肖像当中 除了几百件被公认为 古代真机的作品之外 至少还有四十件 是无法确定创作年代的 这些游走于古代 跟现代之间的作品 却是Mary Beard 他认为深具魅力的 古今交错类型的一部分 在洛杉矶的Gatty Museum里面 有一件恶名造章的雕像 这就是显著的例子 即使在2006年 已经为他举办了一场特战 和专家会议 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仍然无法确定 他的制造年份 这是一个 Commodos皇帝的胸像 他是一位业余的职业角斗士 在西元192年 在Gladiator这部电影当中 他就是那个反英雄的皇帝角色 这座肖像被英国贵族收藏了 大约200年之后 于1992年 被Gatty Museum给买下 当时被认为是16世纪意大利 当时被认为是16世纪意大利 模仿古代肖像的产物 此后他不断地被重新归类 既被视为18世纪的作品 也被大胆地视为 二世纪的原始肖像 或者在这三则之间 某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选而为决 几乎没有任何标准 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 这件作品的制作年代 从二世纪到18世纪 雕刻家的工具跟技巧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且他们制作的作品 经常大同小异 特别是这种相对小型的雕像 比起全身像 我们就更难找到 普鲁年代的特征 从材质方面来看 大底也得不到太多的进展 因为从戏院前一世纪末以来 多数时期都有开采这种 意大利的大理石 而且这座胸像是如何核实 从哪里被运到因果 等等这些问题 至今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现在的论点 都是基于主观的猜想 还有围观的证据 根据残留在胸像裂缝当中的矿物质 显示它可能曾经被埋葬 以及可能有过表面重新处理的迹象 年代久远 的作品可能性会更高 现在认为它可能是古罗马时期的作品 但这仍然只是可能 虽然目前的共识倾向于把它归类为古代作品 但从Gatty Museum收购以来 这一座Comodos的胸像 总是不断地在管内移动 有时随着其他古代的物品一起展览 有时则出现在现代作品展上 取决于当下策展人对它年代的看法 有时则隐身在昏暗的库房里 完全被忽略了 也就是刻意的试图让全新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古董的炸弃行为 为这样的谜题带来了额外的灭象 从这层意思上来看 这件大多数人称之为叫做Gatty Commodos的作品 并不是一件赝品 就算它是在16世纪受到古罗马先例启发而创作的 也没有任何的迹象 显示当时有人试图把它冒充成为一件古代作品 在古老性遭受到质疑的四四几件奥古斯图的肖像当中 有些很可能是在装模作样下贩售 实质是现代的作品 一般认为它们大多是由意大利精明的业者 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所生产的 目标所定富有的收藏家 还有容易受骗的贵族 尤其是英国人 因为Mary Beard她自己是英国人 柏拉也特别说不限于英国人 他们为了家族的宅邸或者是私人博物馆 而去追逐古代的肖像 这些人被形容为叫做以耳代言的人 因为他们往往只听从推销员的花言巧语 一位著名的18世纪修复师雕刻家兼艺术品情绩商 就曾经向潜在的马家提供建议的时候 使用过这个比喻 Mary Beard就透过简历为大家介绍的这本《十二凯撒》 为我们讲述西方世界2000多年来 富豪权贵和名人的肖像 如何受到古罗马皇帝形象塑造的影响 尤其是包括了 有连西萨还有以虐待苍蝇为名的 《十二凯撒》在内的《十二凯撒》 即便今天无能领导者仍然会被讽刺成为尼洛 为什么这些残暴的独裁者 在古代汉文艺复兴时代一直到今天的艺术当中 始终如此的突出 从古罗马政治当中 皇帝肖像的重要性开始 这本书带领读者 穿越2000年的艺术跟文化 用全新的视角来展现 一代一代的各种不同的工匠 他们用什么方式 运用了这些皇帝的形象 而制造出他们自己的创作 这是关于身份转变 有意无意 错误识别 未造 还有时常矛盾的权威表征等 这里面充满了大家可能没听过 听了 看了 也会感觉到意想不到惊讶的故事 这本书的书名是《十二凯撒》 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的权力形象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下个星期一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 请稍后再拨 好想找人说说话哦 我在开会 等一下打给你了 需要的时候 怎么你们都不在身边 1925 依旧爱我 卫福部24小时安心专线 一直都在 生活没有过不了的难关 珍惜生命 拥抱希望 您好 欢迎光临两位吗 两双塑胶筷子 两个塑胶碗 我要一杯大冰 先生 你的饮料好咯 一只吸管 一个塑胶杯 一个塑胶杯膜 一个塑胶袋 每年有八百万公吨的塑胶垃圾进入海洋 影响到生态环境与海底生物的生存 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 减速爱地球 从你我做起 contain � wię 唉 我等一下顺度载你回去 不好啰 不好吧 你刚有喝耶 喔 我还很清醒啦 只喝一点点而已 我又没醉 唉 不行啦 现在酒驾被抓到啊 连乘客都会一起被罚耶 哈 没错 酒驾新规定 酒后驾车出饭提高罚还金额 最高售罚2万元 同车乘客也会一起售罚 最终罚到3千元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